词曲 李宗盛 心里面 要爱要有人当秋千 我一想你就只现在我的身边 这个夏天一起逃跑 只带上你的笑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 想被你拥抱 这个夏天要去海边 天上橘子冒起跑 太高高心跳 保表不可预料 怎么办才好 这个夏天一起逃跑 只带上你的笑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 想被你拥抱 这个夏天要去海边 天上橘子冒起跑 太高高心跳 保表不可预料 怎么办才好 这个夏天一起逃跑 只带上你的笑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 想被你拥抱 这个夏天要去海边 天上橘子冒起跑 太高高心跳 保表不可预料 怎么办才好 把你的手机号给我 我可不想再通过那个情动 还要联系你了 好吧 班长 他们还没溜完 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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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百万 傅厂长跟珍丽 是啊 是啊 什么都会 你看 是啊 什么都会有的 就是 你们在看什么 你还挺幸运的 新来的傅厂长帮你修机器呢 傅厂长 试一下 这里一颗螺丝松波 还会之前有东西掉进去 卡住了机器 导致机器空转 烧化一个零件 我已经换了新的上去 秦总监 不 前副厂长 真是 佩服 佩服啊 总公司来的就有不一样 还有新来的副厂长帮你修机器 五百万都是 是 你就是花小琴吧 秉承着城前壁后 治病救人的方针 工厂这一次 不会处费你的 但是更换零件产生的费用 需要你招架赔偿 还不赶紧谢谢秦副厂长 谢谢 大家好 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咱们厂新来的副厂长 秦东海 这段时间 大家都很辛苦 我都知道 我这次来呢 就是想来改变工厂 只要有我在 咱们的厂 就不会被关门 副厂长 咱们就别画大饼了 你就告诉我们 什么时候可以所有工人都上工 什么时候 我们能赚到更多的钱 什么时候发全新的 就是啊 是啊 我知道 大家都是工厂的老员工 我也知道 你们担心什么 想要什么 简单地说 我会恢复老董事长 给大家承诺的基本工资 后面 还会有新的订单进来 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完成订单 我希望大家能够赚到钱 我也希望 工厂能够回到正轨 这个是我来的真正目的 好 好 秦副厂长说得对啊 有秦副厂长在 咱们厂一定会恢复到往日的景象 大家都散了吧 散了吧 散了吧 走走走 抓紧干活 副厂长 走 我带您随便看看 太过分了 东哈 那么大的事情你跟我说一声 我还真的以为你帮着明月 把五百万的账给还了呢 你说你要背那个债 你会怎么结婚 你这么大的事你都没跟我说 害得我为了那个破机器 我一整晚都没睡着 严重失眠 没道理啊 这么重要的事我怎么可能漏掉呢 就是事 班长 你太不够意思了 你究竟什么时候去应聘的 对啊 赶紧说 停 华明尘居然窜盖了遗嘱 还把明月派到了第一工厂 明月手里本来是有录音的 在她过去找华明尘对质的时候 被华明尘把证据销毁了 华明尘肯定为了那段录音 她故意把明月派到了工厂 她一心想关闭工厂 接下来还不知道她耍什么手段 我们认为 证据是在集团某个人手里 她应该跟我们一样 想让华明尘下台 刘总 我知道您是除了老董事长以外 最关心第一工厂的人 如果这个时候 我可以把工厂给救活 明月就可以取得集团员工 还有董事们的信任 成功进入董事会 到那个时候 有证据的人 就会自动找上北 金东海 我果真没有看错你 当时 你是为了第一工厂发生 才会被他们开除的 我很佩服你的勇气 明月从小是我看着长大的 我不会坐视不管的 我会安排你 进入第一工厂 谢谢你 师父你也太厉害了吧 我让你去工厂 不会让你一个人孤军奋战的 太好了 现在有你在 工厂以后就有人招着我了 那不是 让你去工厂 是让你学习的 我会一视同仁的 没差 我跟你们说 今天你们是没有看到 师父说完那一段话之后 每个人都重新燃起了斗志 整个工厂 充满了积极向上的氛围 简直是帅得不要不要的 说实实 我们之前职军任务 那么高的毛衣 又厉害 学校全能 怎么弄好 六七八 二二三 四五 五 六七八 三二三 四五 六七八 四二三 四五 六十七 四五 二三 四 四 四 五 七 八 七 八 大家早上好 早 早 为了大家有更良好的工作环境 以下宣布的新规则 希望大家遵守 配合 从今天起 我会主抓 厂风厂计 人员管理 恢复上下班打卡制度 过去大家打卡马虎 对于工厂的环境卫生懈怠 关于这一点 大家一定要改正 这 这怎么又通话不了了 大家 希望工厂重新振兴 那就需要你们每一个人 打起精神 鼓起干劲 我请大家 看一看你们身边的人 也让身边的人看一看你们自己 你们现在的样子 是想要工作 想要工资 想要美好生活的状态吗 大点声告诉我 想不想 想 想 齐副厂长 大家都太绝望了 你真的能让工厂效益好转吗 只要工厂能够重回正轨 我会带给大家更多的订单 工厂的利润越高 大家的工资也就越来越多 这是我带给大家的承诺 好 花小型出列 请到前面来 是在救我吗 该不会是我把功夫改得太好看 要让大家看看吧 真是有眼光 我 既然大家来厂里工作 就要遵守厂里的规定 工作期间一定要穿工服 禁止改造工服 华小琴私自改工服 扣发三天工资 既大过一次 以井效尤 不 具体的规章制度 稍后我会发布在公告栏里面 从明天开始 马上实行 好 前副厂长讲得好啊 支持前副厂长新规定啊 好 秦东海 你怎么能一点面子都不给我 我说过了 赏罚分明 严格管理 那你也不能让我在大家面前 这么丢人吧 站好 你千万不要忘了 你来工厂的目的 想要旧工厂 你必须以身作则 你必须要做得比别人好 因为只有这样 别人才会认可你 支持你 你看看你 把工作服改得不伦不类 整个工厂里 只有你一个人飙心立意 我怎么就飙心立意了 这工作服怎么就不伦不类了 改得多可爱好看又青霜 一点二不死气沉沉 像你一样 你有没有什么美啊 这里是工厂 我要的是纪律 只有好的纪律 才有好的工作态度 有了好的工作态度 才可以提高工作效率 谁说纪律和赏心悦目 就不能同时有啊 世人就有追求美的权利 但你是来工作的 不是来选美的 谁规定工人就要穿得丑不垃圾了 工人也是人 工人也有追求美的权利 你要是让我穿得不好看了 我就没有好心情 没有好心情 我就没有好的工作态度 没有好的工作态度 我就没有好的工作效率 你要是让我穿得舒服了 我就有好心情 有好心情 我就有好的工作态度 有好的工作态度 我就能提高工作效率 你这是抢辞夺礼 立刻换回来 明天再穿 再扣你三天工资 好 今天你是副厂长 无人 无患 牛总 没经过我的同意 为什么擅自更换 第一工厂的副厂长 弗洛拉旗下有多少员工 你知道吗 简单的人事调动 难道还要经过你的同意吗 再说了 上次开立会 你给我三个月的时间 让我把第一工厂 起死回生 现在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这事你不会忘了吧 好 既然牛总对第一工厂 这么有信心 我就等着看最终的结果 如果董事长没事的话 我先告辞了 散会 华董 姓牛的现在越来越猖狂了 您不能再认了 依我看 和外衣联姻的事 您再考虑考虑 是啊 董事长 如果和他们绑定了 不但能扩大海外市场 壮大力量 以后就算这个静牛的 拿着什么把柄 弹劾你 那他也得天亮天亮啊 我用这个 这个也来一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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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步挺快呀 我再去调快一点 你试试看 嗯 我帮你 不用 我可以 谢谢 小翁 小翁 明月 我给你准备了宵夜 好 好 好 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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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花小琴 你怎么回事啊 想睡觉回家睡去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没事 帮她收拾了就好了 让她自己收拾 谁犯了错误 应该自己承担责任 留花小琴一个人在这儿收拾 收拾干净的再走 其他人可以下班了 不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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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得开 不可以的 不可以的 同学 不可以的 不可以的 不是 失憂了 你怎么都看不到我这努力改变呢 明月 对不起你 为了让你能够尽快回到集团 我不得不这么做 把手给我 车间主任是花明晨派来的 琪琪也是她弄坏的 我早就看出来了 但是我觉得 人家为难我只是为了认真执行她的任务 不像某些人说得比唱得好听 说什么要照顾我 帮助我 结果就会欺负我 真是 宁愿相信世上有鬼 也不能相信男人这张破嘴 我不是欺负你 我是严格要求你进步 那我是不是还得替花明晨谢谢你啊 老板 险中哪件自己拿 明月 你怎么出来了 班长不是在家吗 就是因为她在家我才不想在家 明月 你怎么在这儿 刚才我班长还问你跑那 我来买衣服 买衣服 你每天穿功夫买什么衣服 不可以吗 每天穿那么丑的功夫 我连衣服都不能买了是不是 可以 没人不让你买衣服 我要去进货 明月 跟我一起去吧 明月 明月 这家好看吗 嗯 我觉得这又不错 明月 你看这家特别适合你 明月 你看这家特别适合你 这个也是 明月 你看这件怎么样 明月 明月 这家好不好看 还有这个 老板 她选的 她选的 还要她选的 全部都不要 这个架子和这个架子 每个马各来实践 华明月 你这是质疑我们的品位 嗯 是否定 这 这个小姑娘不一般啊 就刚才扫了一眼 就把最新款都挑出来了 您的意思说是 我们挑的都是老款 她挑的都是新款 即使是老款 简直是复古款 一看就是要清仓大甩卖的 真的吗 老板 那些啊都是打折的 花明月这么厉害 小高 你这是在哪儿找的宝藏少女啊 这流行资讯尽在掌握中啊 小妹妹啊 这样吧 你们呢都是我的老客户 老规矩 八八折 一共呢是 十二万 十二万 也太贵了吧 小妹妹 刚来你不懂 之前的高老板 我给的都是这个价 不会坑你们的 我不懂 一件衣服的出厂成本 包括研发费用 面料 生产运输 税收 损耗等等 你们虽然环节多 但你们赢在了走量 薄利多销 我们就不一样 我们卖一件 就只赚一件的钱 一般这种高档成衣的进价 也就是售价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 你现在进价都这么高 我们还怎么赚钱啊 五万 你也绝对不亏 五万 你开什么玩笑呢 那怎么也得凑个吉利数 六万 不能再少 五万五吧 不行不行 这太少了 你要是低于六万的话 那我也伺候不了 那我们去别家店看看吧 等一下 班长 够便宜了 算你厉害 我就当交你这个朋友了 谢谢你了 老板 这货卖得好 我一定会让大家都到你这里来进货的 但是你不能给他们更低的价格 哎呦 真是个机灵鬼 我这就给你们拿货去 等着 华明月 可真有你的啊 以后你就是我店里的熟悉过的 还是你有眼光 看到我的好 不像某些人 就会挑我的目 我之前以为你只会花钱 没想到怎么会开价 也不看看我姓氏 花家的人啊 果然都是奸商 嘿嘿嘿 你先进去吧 我们来就好 没关系 我可以 小心啊 不要老是忙忙躁躁的 考得自己总受伤 明月 怎么又是你 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这个送给你 玫瑰送朋友 不合适吧 怎么不合适了 我就喜欢玫瑰花 而且啊 我还订了一家红酒和牛排 都特别好的餐厅 要不去试试 好啊 我肚子正饿着呢 我刚找了外卖 还是牛排更吸引我 走吧 班长看第几班啊 第三班 公安 吃水果 班长 傻了 傻了 东海 你要是担心她的话 给她打个电话不就行了吗 对不对 她跟谁吃饭是她的自由 我没什么好担心的 不打 不是 你这不是死鸭子嘴硬吗 班长 你看啊 我追踪到她的定位 她到了那家餐厅 她就没离开过 我真是太久没吃这些美食了 我感觉好像回到了从前 我看 你这次好像比上次看起来更憔悴了 是不是进工厂之后太累了 累 那气质是一个累可以形容 我简直感觉我是在肚结 就像是掉进了直斗剧里 每天工作的时候 也要跟同事斗智斗勇 背后 还有一颗天天照顾麻烦的副厂长 你受了这么多委屈 秦东海他都不帮你了 他不把我死里整得不错了 我有的时候真的怀疑 他是不是我哥派过来的内奸 比那个车间主任对我爱恨 他也太过分了吧 可你不是说他是你师父 会照顾好你的吗 是我对他的期望太高了 他这个人冷血又无情 说话要专挑刺耳地说 每天还要规定起床时间 上班还不能偷懒 回家还得写作业 我连睡觉的时间都不够了 你看看我的黑眼圈 他怎么可以这样啊 睡眠质量对一个女人来说是最重要的 他怎么一点都不知道疼惜你 你住他们家也没有比较好 要不你搬出来吧 搬出去 那也没那么严重了 怎么不严重 他限制你生活又限制你交友 还要控制你所有行动 甚至还不让你去交新的朋友 只能依赖他一个人 他这么做绝对是另有所图 不是 我师父呢 他就是对我严厉了那么一点点 怎么不是啊 华小姐 你就是太天真太善良了 才会相信其他人 依我看 他跟你非亲非故还要收留你 让你住在他家里 他肯定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目的 真不是 我师父不是那样的人 他就是 算了 不说了 说多了都是累 别提他了 吃饭吧 既然你心情不好 今天晚上我们不醉不归 你要喝多了 我送你回去 那谢谢你了 跟我客气什么 干杯 你忘了你合作的样子吧 跟我回家 我们就是吃饭而已 你管得是不是太宽了 我有义务保证他的安全 不能让居心叵测的人 有机可乘 谁居心叵测 我做事光明正大 不像有些人藏着掖着 好意思说这种话 懒得理你 跟我回家 你能不能尊重下他的个人意愿 他根本就不想跟你回去 那是我们的事情 花董 公司高层都查遍了 没找到任何线索 我觉得吧 我们要做梁术打算 一方面继续调查 另外 要做好录音被公布的准备 花美又应该已经把遗嘱 和录音的事情 告诉姓牛的了 是啊 一旦让牛总先找到证据 您就更加被动 一定要有应对措施 另外 董事长 陈先生来了 好 你有客人 我先走了 师哥 竟然 你真的要去第一工厂啊 那里因为设备老旧 而且跟不上市场需求 根本就快要破产了 师哥 你也知道 我是搞科研的 第一工厂有研发中心 有实验室 我是真的很想过去试试 但是你搞研发 还要再花不少钱呢 你给我三个月的时间 让我把第一工厂 起死回生 现在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这事你不会忘了吧 但是你这么有心 而且 对研发也感兴趣 师哥同意了 真的 你搞研发肯定还要更新设备 第一工厂的机器都太老旧 你到那儿之后 该花的钱就花 该换的机器就换 大刀阔斧地做 不要束手束脚的 死马当活马医 谢谢师哥 可是 我这样直接过去 会不会太招摇了 你介不介意 我画个名 随你 哇塞 这谁呀 我知道了 谁呀 这么帅 他真的好帅啊 快跟我去看看 好帅 行 好好工作啊 来来来 新厂长来了 什么啊 新厂长 我跟你们讲 又帅又年轻 真帅 帅了 再再再 那跟咱们副厂长比呢 嗯 没法比 两个完全不是一个类型 这是我喜欢的类型 好帅啊 好帅啊 哎 副厂长 副厂长 哎 各位同事 新厂长来了 大家欢迎 樊小琴 陈隆平 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哦 厂长 这位是新来的秦副厂长 秦都海 陈厂长 我们出去聊吧 新厂长 你也认识吗 关你什么事 管好你自己 赶紧干活儿 别聊了 来 说吧 你为什么会在这儿 这句话 应该我问你吧 我现在是厂长 而你 只是个副厂长 我有权过问吧 我通过应聘 合理 合法 合规 陈隆平 你来工厂 真的是想帮明月吗 不然呢 你觉得 我是来体验生活的 那你打算如何救活工厂啊 当然是从科技研发入手 提高工厂的核心竞争力啊 看来你根本不了解工厂的现状 工厂现在有几百号工人 现在其实已经根本 两位领导聊得怎么样了 我啊 我啊 我和秦副厂长是老同学 正在探讨如何治理工厂呢 是吧 秦副厂长 你别轻举妄动啊 工厂的事情 以后再说 真是没想到啊 我们这么多年没见 竟然还能在一起共事 是 我没有你这样的老同学 这么多年没见 他还是一点都没变 厂长 我先带你参观一下厂房 看一下环境 行 那辛苦你了 这边请 这边 这边请 这边请 厂长 这里都好久没有用了 所以这个设备啊 仪器啊 都收起来了 这么久没用 仪器应该都很老旧了吧 想要搞技术革新 看来 必须得换一批新的仪器 厂长 咱们厂呢 这几年效益不好 今年就更差了 连员工的工资都减少了一半 还购买新仪器呀 只有不断地推陈出新 才是一个工厂 永远焕发生机的源泉 要是再不及时改革的话 工厂就真的完了 行啊 一会儿 找花小钱来找我报到 花小钱 行 这个放你呢 先来那个厂长 你看到了吧 挺帅的吧 看见了 特别帅 我也觉得是 我觉得一般吧 为啥呀 还是副厂长说 副厂长也 副厂长也 花小钱 你马上到厂长门屋室报到 报到 为什么 厂长缺个助理 他指定要让你当他的助理 是我 那我不用在这儿干活了 快点吧 别待着了 拜拜 快点快点 来 为什么厂长一来 就指定花小钱 给他当助理啊 就是的 肯定有什么猫腻 不要去 为什么 我人生中第一次升职 当然要去 你不能跟他那么亲近 我还没有搞清楚 他进场的真实目的 他不是来帮我们的吗 第一次见面不就帮我们解围了 你刚刚适应车间的生活 他这样带你走捷径 你之前的努力都浪费了 不是你说我也要适应 管理层的工作吗 厂长助理正合适啊 我现在在怀疑他的真实身份 他有什么真实身份 他的真实身份 就是陈景然的助理 讨厌他的老板 所以他要帮我们了 花小琴 你是来报到的吗 怎么还不进来 不许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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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和你拥有 心跳感应 好让你插迷 思念的涟漪 将初次相遇 画为珍惜 你 没说的秘密 闻发在心底 你多想美 能充满意义 不耳和怀疑 都统统丢弃 我信心 真的 我的心意 把原因还有关系 告诉你 有关系 一些人 昨天不一朵 惊喜 oh baby w 我 魔机去 算我 写成你未来的 爱情向风 我是风筝 见你魔力 飞铅停静 心像小镇 路吹路人 可你是坏人 初下雨 爱此时停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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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 遇见你促进 不已多惊喜 Oh baby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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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 心里吹锁空 试试你未来里 爱情像风光 是风筝 见你魔力 飞向天井 是小小镇 不救人 可你是坏人 初下雨 好自成为孤立 你的时机 W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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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 遇见你初见不亦多惊喜 Oh baby W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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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 心灵全所停 谁是你未来临 爱情相逢 我是风筝 见你茉莉飞行天际 西乡小镇 不见了人 但你是贵人 初相遇 好处备不宜